你要说历史上哪个王朝是最能打的 我说是宋朝 与其说大宋能打 不如说大宋是真能卡 挥缩大法神功无敌 虽然出过高粱河车臣宋太宗 装神弄鬼的宋真宗 写字画画的宋徽宗 还有只求二亩第一 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宋高总 但就是这么一些个人 就是这么一群人 在别人眼里看都是若宋 从宋 居然说是立国319年 比谁活的都殆尽 活的都长 唐朝这么牛吧才289年 我们铁血大名 全宇宙号称是无敌 才276年 还没在大清多 大清还296年了 而他的对手 王朝辽国210 西夏199 金国最少120 谁都比他强 都能把他打得满地掉牙 但就是全都死在他的前面 所以说宋朝鸡贫鸡座 屡战屡败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可他却活了300多岁 那个老打胜仗的都比他死得早 把同行都熬死了 这哥们成了艺术家了 你说他强不强 那是真的太强 那有些家人就不爱听了 他说你说大宋比谁都强 最后不也让蒙古人给灭了吗 我们可是把蒙古人打跑了 重复中华正硕 功在千秋 但问题是你打跑到蒙古 能跟大宋面对的蒙古是一回事吗 那就请问在那个年代 公元十三世纪 别说咱们中国 就欧越大陆上那么多国家和民族 有一个算一个 谁打都过蒙古 蒙古人那时候是专制各种不服 三次西藏打到多脑河了 打到西奈半岛 灭掉拉拉伯帝国 把末代哈里发卷在地毯里 用麻踩死 要不是沃泰阔 酗酒喝死了 整个东欧 包括波兰 那就是蒙古的 后来要不是蒙古海岸 在钓鱼城战死 叙利屋 半路收兵 回来抢寒位 那蒙古人早就见到地址塔了 所以说南宋打不过蒙古人 丢人吗 外国人打冰包球 打不过中国人 丢人吗 不丢人 你可别忘了 蒙古大军可不是只有蒙古人 他包括了东亚 西亚 中亚 还有俄罗斯 中国的新疆 青海 西北 再加上中原地区 长江一北的那部汉人 可以说整合了 几乎多半个欧亚大陆的力量 来进攻南宋 骑兵步兵 还有火炮 配戴重武器 重兵的 南宋就凭那江南的那点残山胜水 独自顽强抵抗了蒙古长大半个世纪之久 你说宋朝能不能打 其他国家哪个行 那东欧的共国吗 你别管是斯基还是诺夫 还是西亚那些阿里 哪个都不行 谁也抵抗不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说南宋 以长江异域之地 抵抗蒙古这么多年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活得长算什么 大汉帝国还420年 可是你别忘了 汉朝中间王某篡政可断 它是分成东汉和西汉 那西汉的刘家 跟东汉的刘家可不是一回事 虽然都姓刘 这可不一样了 那刘秀是汉景帝时期 定王刘发那一脉 和后来的武帝昭帝宣帝 元成哀平这几个皇帝 那都算是远方亲戚了 就算西汉不灭亡 也轮不上刘秀来当皇帝 他根本就不是大汉的皇室血脉 最多只能算个闲散宗室 可两宋319年 从太祖登基到最后 少帝头海皇帝一统就没有断过 南宗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 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这个地区这里地球人都知道 而且宋遭在丢失了燕鱼十六州 没有羊马场的情况下 以步兵对抗草原 骑兵跟北方的各个强国 周旋了三百多年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这不像汉唐明三朝 这三朝都有北方的羊马场 汉朝骏马有六十万 唐朝最多的时候七十万 明朝也有三十万 而宋朝呢 太祖赵光燕时期就不到十万匹 到了南宋连一万匹都没有 还都是大理国买的那种矮马 云南矮马 根本就不能打仗用 只能拖东西使 你可别忘了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 以步兵对抗骑兵 就跟现在的步兵 拿着冲方箱去打档坑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下 宋朝是用步兵屡屡对抗骑兵 别说赢能抵抗住就不错了 而且宋朝是经常发生 步兵胜骑兵的情况 像岳家军 他就是步兵部队 跟金国对抗也是打了很多的胜战 而且汉朝 主要的对手都是部落形态的游牧民族 连蚊子都没有 就没有完善的国家政权组织 纯天然的游牧经济部落 游牧经济 遇到一场天灾 可能会死一万人的那种 而宋朝的对手可跟汉唐不一样 宇奥国 金国 西夏都是高度组织 政权化组织的这种国家 续自治通鉴里说的很清楚 自弃丹得厌济以南 期间所生豪杰皆为其用 称中国为号 访中国官署 读中国书籍 用中国文字 九地所谓皆与中国等 它完全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这你会种地 我也会种地 你有城市 我也有城市 你能生产 我也能生产 但是你没有的 我有 我有强大的骑兵部队 消武平零 我战斗力还比你强 我还有草原 有源源不断的军马供应 北宋要不是自己作死 非要搞什么连金灭辽 也不会有后来的靖康制止 敌人的敌人 不一定是朋友 最后北宋不就被金给灭了吗 幸亏大宋底子后 再加上居民同心 才有了后来的南宋 这样跟大明市 早就被人女尊人给统一了 我们看待一个王朝的兴摘 你不能光看账面上的那点东西 你从底层的逻辑和常识去分析 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而且还不能被某些低级的情绪所左右 人为的抬高或者是贬低 意思是需要公正客观的评价 而不是玩饭泉人那一套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 在这里只是对这个问题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曾经有个视频 就是说开于人盛世 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谓的描写 史书上的描写都是假的 这下边就骂我的人 可是真不少 都说我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 没有证据 凭空捏造 破坏了他们心中 那个梦幻般的大唐帝国 这件事 我可不认 中国人有个问题 从古至今 无论说话办事 尤其是讨论问题上 从来不讲逻辑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就没有学过这门课 所以说呢 咱们是谁人多 谁嗓门大 谁就有道理 谁手里有枪 谁就赎了算 那什么是逻辑 其实逻辑就是客观规律 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是你一饿了 你就去饭馆了 这就是正确的逻辑 相反了 你一饿了 你扭头就进了厕所 一猛子就扎进了粪坑里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什么半道先扶了个老太太 然后是过马路 然后又勇斗 吃到歹徒 救了一个落水儿童 他就把这个落水儿童 送回了家 进了医院抢救了一下 然后你再去了 所以你才进了厕所 跳进了坑坑 你跟我解释这些都有用吗 你是饿了 你的目的是要吃饭 结果呢 你老先生先一头进了厕所 结果是错的 所以这逻辑也就是错的 无论你把这件事 说那么多么的冠冕堂皇 高大上 这都没有用 同理啊 那个视频 我为什么说看员城市 是一个骗局呢 结果他是错的 逻辑也就是错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 还说 唐朝开国之后 经历了贞观之治 五周时期的两个把 加持开渊盛事 应该是一个什么局面 如果真如史书里 所说的那样 那结果应该是 万物什么大唐帝国 开疆妥徒 万国来朝 再创辉煌 可结果呢 是他们真 安史之乱 公元762年 老官长安 还让吐蕃给端了 这就是逻辑上 不通的地方 所以那些索美 赞美开温盛事的史料 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是说 所有的史书都是错的 是我们在看史书的时候 一定要遵循 客观规律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常识 不能只看你爱看的那部分 史书上的有很多 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部分 我们就要存疑 就要怀疑 因为呢 一来我们历史上 有改历史的毛病 二来呢 我们也爱讲立场 可能同一件事情 由于立场不同 可能有好几个版本 那么我们如何真变真假呢 这就需要我们遵循客观规律 那么再说了 明朝上各个皇帝千古一帝 一步永乐大典 照练了西方文明之路 把那些帮猴子 从树上拽下来 变成了行人 政和团队不仅环球航行 还发现了美洲 还发现了南北极 国土面积超过四千万平方公里 明军铁血无敌 说他们这么热闹 可问题是最后 朱文贤掉霉山上了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既然大明这么牛 他为什么还灭亡了呢 这就是逻辑不对的地方 所以明朝爱好者 所提供的那些所谓的史料 你能信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别听什么扶持老太太过马路 勇斗吃到歹徒 打就落水儿童 听得这么热血沸腾 问题是最后这帮孙子泡粪坑里了 这就是逻辑不对的地方 这就是假的 所以说我们在学历史之前 一定要好好学 把逻辑这门学课给学好了 感谢观看